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集我們會學習如何繪製線圖 繪製線圖是處理數據和表達資料時重要的技巧 而過往亦有DSE的題目要求考生根據資料繪製線圖 學好相關的技巧便可以提升你的表現 一般來說 繪製線圖的題目是會要求考生做齊以下的東西 寫標題、選擇並標注軸、標繪數據點和連接數據點 那我們就用下表的實驗數據來做示範吧 實驗裏面,學生將甜菜根小片浸入不同濃度的酒精裏 再在半小時後量落溶液的紅色強度 那我們首先分析一下以下實驗的自變量和因變量 在這個實驗裏面,酒精濃度是自變量 而細胞膜透性是因變量 溶液的紅色強度越高 代表越多紅色色素穿越了細胞膜 也就是說細胞膜的透性就越高了 因此紅色強度就是用作量度因變量的參數 同學之後就可以根據自變量和因變量去寫標題 標題有常用的方式 例如在不同自變量下的因變量 像這個實驗一樣,標題可以是 在不同酒精濃度下的細胞膜透性 如果題目裡面寫明自變量對因變量有影響的話 標題就可以改為 酒精濃度對細胞膜透性的影響 寫對標題就會有一分到手 另外,有些線圖的橫軸顯示時間 這類圖一般可以採用其他方式的標題 像這個圖表一樣 它的標題可以是 由於脂肪膜的反應混合物的ph值 隨時間的變化 寫好標題之後 在方格子上畫上橫軸和中軸 之後在橫軸標注自變量 再在中軸標注用作量度因變量的參數 並加上單位 就是這樣你又可以獲得1至2分了 剩下的分數是比標繪和連接數據點的 一組數據點通常是值1分 接著以下步驟做 就可以獲得這些分了 為求線用方格子的空間 在正式繪製點同線前 我們可以先審視一下數據 找出各項變量最大 和最小的值 為兩軸選取合適的標度 以這個表為例 如果將橫軸的10小格設定為10% 中軸的10小格設定為5個隨意單位的話 就能夠顯示所有數據點 並且令數據點佔用方格子大部分的空間 有時數據點可能全部都大於某個數值 並且遠離原點 遇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們可以在軸上加一個省略的符號 省略不必要的部分 從而去盡用方格子 順帶一提 不少考生繪畫圖表的時候 是沒有標示到原點的 大家記住要檢查清楚自己有沒有犯這個錯 才可以去下一步 那麼選擇好標度之後呢 同學可以根據自變量和因變量的數值 去標繪數據點 一般來說 我們並不清楚 變量在數據點之間是怎樣變化的 所以 正確連接數據點的方法 是用間扯去畫短直線 順序地連接數據點的中心 那麼你一路做到這一步 就可以拿齊分的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 除非原點有數據 否則不要連接原點 因為我們並不清楚 變量在實驗範圍以外是怎樣變化的 錯誤地連接原點 就拿不到正確繪畫並連接各點的分的了 看到這裡同學可能會問 那為什麼在某些情況下 譬如繪製線圖去估計和組織等甚的 極濃度的時候 我們會繪畫最適合的直線 而不是用短直線去連接數據點呢? 那是因為質驗結果呈現直線的趨勢 而這個趨勢也符合我們的預期 最適合直線代表著整組數據 可以用作估算未知數 考試的時候遇到類似的題目的話 繪畫最適合直線可能就比較恰當了 如果用同一個線圖來展示多組數據的話 每組數據點都要用不同的圖案來標示 並用不同樣式的線條去連接 還有記住要加圖例 接著以上的步驟做 繪製線圖就更加容易入手了 今集我們學了怎樣繪製線圖 如果喜歡的話就like這條片和share出去 還可以subscribe這個channel 接下來會有更多不同的影片推出 多謝收看,下條影片再見! 下條影片再見 下條影片再見